提到董洁和梁朝伟,大家一定觉得这两个人是互不相干的两人。 当年的基稳门事件过后,董洁和王大志为什么没有走到起,反倒只带董洁和潘月明离婚了而已呢? 这其中其实另有隐情,看看潘月明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吧。 1996年的董洁成功登上春晚,不过这次的董洁只能给赵立荣老师当一个人肉背井板,2000年的春晚本来是周迅参加。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,让董洁得剪了漏,所以大家才会看见深产婚纱,被谢霆锋牵着走上舞台的董洁。 就是在这次的登台亮相中,张艺谋看中了这个女孩,想要挖掘出来她身上的潜力。 参加完张艺谋的电影《幸福时光》后,资源就突飞猛进了起来,尤其是在董洁拍完和陈坤合作的金粉世家, 才算是让她红遍了大江南北。在内地有了些名气之后,王家卫就签约了董洁,就这样认识了师出同门的梁朝伟。 当时的梁朝伟身边已经有了正牌女友刘嘉玲,那时候两个人已经谈了14年恋爱,但是始终没有提过要结婚的事情。 董洁依然是不管不顾,开始和梁朝伟明里暗里地暧昧了起来,刘嘉玲终于看不下去了,赶走了董洁。 董洁只好回到了内地发展,梁朝伟不放心,所以把自己的运用助理派给了董洁。 终于在2008年,梁朝伟和刘嘉玲这场爱情长讨已结婚收尾了。 不过,董洁也紧随其后宣布了结婚的喜讯,南方是大家都知道的潘月明, 因为那时候的潘月明也是个当工小生。 二人的结合,被媒体都称之为金童玉女。 2009年,潘月明经历了一起车祸事件,期间陪伴在他身边的就是董洁。 也是这一次,潘月明读董洁才算是真的感动了。 婚后的两个人很快就生下来了儿子鼎鼎,但是好景不长, 就在2012年的一年,就有人爆料出来这对金童玉女已经是表面夫妻了。 就在大家还摸不清头脑的时候,董洁就被拍到了和王大志的一些不雅照片, 已经公布,潘月明就提出了离婚。 董洁碍于自己的玉女形象不能被打破, 就在网络上制控出来了潘月明的多宗罪名, 例如是赌承信欠款无数,这都还算是轻的, 并且否认掉自己和王大志的事情。 董洁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, 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了潘月明身上, 一度让潘月明游戏可拍。 因为大家都相信董洁而忽视了潘月明的自证清白, 潘月明也一直到了2017年拍摄了一部《白夜追凶》, 才算是让自己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中。 离婚之后的董洁一个人抚养儿子鼎鼎, 离婚这么多年以来, 董洁一直都不然鼎鼎提到自己亲生父亲, 并且也不让潘月明见孩子, 不少网友都觉得是有蹊跷, 不管是董洁单身, 还是和潘月明结婚之后, 都有人见到过梁朝伟和董洁, 前后脚到达酒店, 做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, 甚至还有人说, 刚好在董洁的怀孕初期, 也曾去过梁朝伟夜宿的酒店过夜, 还没离婚的时候, 梁朝伟过生日, 身为正牌的刘嘉玲都没有到场, 但是梁朝伟身边却有董洁, 这也就更加证实了两个人的关系不简单, 还有人看见梁朝伟现身金店, 买下了一个镯子, 大家都以为是买给刘嘉玲的礼物, 但是转天就发现那个镯子, 戴在了董洁的手上, 这其中的缘由就更是不言而喻, 董洁自从离婚之后, 也很少拍戏, 并不是因为他不想拍, 而是网传刘嘉玲不想让董洁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, 所以就封杀了董洁, 也没人敢为了董洁而得罪大佬刘嘉玲, 所以就只好听令办事, 大家印象深刻的如意传, 还是梁朝伟给安台的, 也是这部剧, 让大家直到董洁还在娱乐圈里, 并且这部剧的反响也很好, 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也有董洁的出现, 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, 那就是洗白自己, 毕竟潘月明的口碑都在日渐回转, 如果再不做些什么, 大概董洁的这辈子都要活在过去的黑暗中了, 董洁还带着儿子参加过亲子综艺, 节目中可以看出来, 董洁很爱自己的儿子, 还会称呼自己儿子为爸爸, 这种相处方式, 不知道是好是坏, 还有人分析到, 刘嘉玲和梁朝伟已经在一起几十载了, 但是始终都没有要孩子, 会不会梁朝伟和鼎鼎之间有什么关系, 网友们都在脑补鼎鼎叫梁朝伟爸爸的画面了, 不过这一切也都是无稽之谈了, 因为每一年鼎鼎过生日的时候, 虽然见不到自己的爸爸, 可潘月明每一年都会在那一天, 在社交平台帮他庆祝生日, 足以可见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父爱, 当年可能董洁只是感觉到自己不爱潘月明了, 所以就找了王大志当作挡箭牌, 顺理成章地办理了离婚手续, 潘月明现在也已经看开了, 开始付出拍戏, 就说明不在乎那些过往, 既然当事人没有给过回应, 大家也就只能是猜测了, 不过这些都是艺人的私生活, 我们还是不要过度地关注了, 大家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, 可以在评论区畅聊一下的。